大家好,大家好,先做一些话题,我叫王虎光,我来自于大林乐器人,然后现在是就是乐器人的无油锅,加上的一个新教室。 我今天带来一个分享的是,KMAS在乐器人无油器的逻辑实践。 在准备任性的时候,我主要有两方面的想法,因为我考虑到大多数伴侣做业务系统开发的, 然后我们能不能从业务系统开发人的角度来讨论一下KMAS的基础设施,如何支撑我们的业务系统。 然后另外,第二个讨论的方面就是我们今天是关于安全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业务开发人们能在安全方面做一下。 就是几乎这样的基本想法,我就觉得今天这些话题。 今天我会以这个数据来找谈我们这个分析。 首先就是因为是用性,我们先再谈介绍一下我们的用性质。 其实也是我们要起来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针对业务呢,我们会用实验性的支撑量理用。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Nufra企业。 我们是在Nufra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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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就是,基础这辆基础设施,我们是如何打电影机器,在加工程。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新玩程方面,作为一个开发人们,我们能做一下。 好,简单说,说一下我们的业务啊。 可能中国微信仰的那个,同学都知道微信仰有很多的一个业务。 也有说,我们要把货物从一个仓库区统订到一个业务。 就是,岛里面还有配送团体,就是如何把这个包裹,从配送站,或者从仓库的配送到一个业务。 到我们的要的用户,我们的要的用户,最后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负责,如何把包裹,从这个,那个配送站,配送到一个业务。 另外,有一些仓库的距离那个业务的价格,就是如何从那个仓库把一个包裹配送到一个业务的价格。 然后一个的理由,简单来说就是,首先我们要做数据结构。 因为我们操作非常高的,所以包裹的源头就是仓库。 首先我们要针对,分布于全国不同的仓库,进行数据结构,或者包裹设计。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对包裹设计。 因为,在收到包裹之后呢,在土地之前,我们要根据这个包裹的一个位置上的一个相似性。 另外考虑到这个,我们司机和车的一个负载性的包裹,我们要对这个包裹进行去确定,确定操作。 这样的话,就是在底底位置相似的一些包裹,就会去到一起。 我们就会用一个绝世的方向。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固定规划。 它主要是正经这个包裹的一个分属的定位置。 所以说哪些包裹的3P,哪些包裹的后裏,我们要做这个不一定的规划。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正式的投递。 然后在投递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运行这个包裹的一个状态。 就比如说哪些包裹,APR,哪些包裹还正能配。 哪些包裹因为,比如说4G车Wire,或者Briam4G车。 这些都是一些要实际追踪这个包裹的状态。 另外我们还要追踪这个包裹的定位置。 比如说现在这个包裹的距离,只能运动加快退。 我们要发一些那个。 这个追踪内容过来提升。 然后最后呢,我们还要提供一些导航空。 比如说有个司机,在对于一个物况运不了解。 我们要在他的那个APP,也要通过地图的大部分。 然后适应它去配送。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配送流程。 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然后基于这样的业果,我们做了这么一套。 一个配送平台。 这个配送平台也是去年上线的一个平台。 它是基于多租的这么一个平台。 因为我们乐天的这个物流, 它不只属于乐天的卖场。 它还属于一些其他的能够。 比如说那个网马。 网马就是乐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然后可能有同学知道, 乐天现在跟那个日比不正。 这两个公司做了特别的成立了一些公司。 所以说以后我们也正在约结日诺证业。 但是有不正的相当于中国的。 但是它在日本是第一大的平台。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这些公司。 然后基于这种东西的设立吧。 下面有一些自信号。 比如说有这种办理网我们。 主要做的这种数据交流。 然后我们就是地车府。 然后有包括管理署。 然后接下来有这种地理率的追踪。 还有一个导航署。 提供地空署。 然后最后我们会提供像这种, 像配送平台会提供这个APP。 另外我们还要通过这个APP。 时刻收集包裹的状态。 然后追踪它的真正配送位置。 然后第二种就是为了支撑以上这些用系统。 我们有一些计划事情。 比如说我们做了API takeaway。 做了以上这种业务微服务的API主义包裹。 我们建全都是API takeaway。 然后IN就是我们做了一套得租库的这种选线风险。 接下来就是我们用这种预设的进入管理。 然后下面这层就是我们用的一些基础设施。 也是一些第三方的产品来支撑务力和业务系统。 比如说RedEye。 RedEye的有类似那个Airflow或者是Arwell workflow这样。 这边有调路的工具。 主要是支撑批量的数据道路来做。 然后下一个就是SummerCure。 做一些代码安全方面的扫描。 然后代码UT的复材品的测试。 然后最后就是Tiklook。 Tiklook。 主要用Tiklook的作用里面, 其实是全线的、全线的、全线的这种方法。 然后最下面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基础设施。 在生产环境下我们还主要是加过Python的。 加过就是我们的用选。 然后Python的话就是像V3Pytoflow这种。 这种等块需要一些算法。 所以说以Python实践。 然后重机键用Redis的卡不卡。 然后不同的EU数据我们都获得不同的存储。 然后最后呢, 会把整个应用的进行和计划。 我计划之后不准备Python实践。 Python实践。 Python实践。 然后呢, 用Eastro我们主要是我们做Footy。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Uran后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系统和想法。 然后下一步就是, 有了系统之后, 我们叫我们的Infra。 简单来介绍叫我们的Infra。 就是在两年之前, 其实物流的一些子系统已经存在了。 它重复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其他的, 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些Infra。 有的是在那个, 自建Python实践群里, 有的是甚至在一些物理机里。 但是, 它是大约两三年之前的内部上下的套。 自己的C位以前。 是大约两三年之前的内部上下的套。 然后我那个叫我套奥。 它提供了一个就是, 它把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的, 从参加上处理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最终的部份。 比如我们最传用的就是空间内部。 我们理解我们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一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 它是一个跨区域的。 我们把区域理解成这个。 就是iXC,数字无线,在日本的东国,西华,欧洲,美国都有数字无线,主要是在这里跑,然后在数字无线上面就是不整个plaster,可以搭建各种传统机器,但是可以根据这种脑袋性或者是机器性能把机器算成DV,转门应用的机器,转门应用身上用的机器,然后机器的上面就是namespace,namespace其实对我们这种, 但是,自由运用户来说,它也是我们能申请到的最小的,就是网络用这个namespace来合理不同的管理,就是DV,还有测试,当然namespace上面就是很明明的,除了这个文气处之后之外,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数据存储,销售连电,等等这些手术,这些处都是自由运用户提供的,我们对于我们业务开发的可能性, 可能以容器服务为主,然后去集团相应的服务,然后除了这些诱服务之外,在最下面还会提供这种基础服务,比如说monitor service,它主要是以手末修斯为主的,来实现的这么一套,对于这种mineqs做收集,做点事,做点东西的东西, 然后Eunice service,它就是主G1,2,3实现的这个,不是同意设计的,手里服务的,设计服务,然后这个是我们用到的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介绍,然后基于这样的基础设施了,我简单的把我们的这个架构,画到我们的一张图里, 这一张图里,我们没有就是放出那些,跟TYS互相关的东西,这里面只包含我们如何用TYS,就是TYS相关的一种东西,然后这里面,包括TYS的一些基本的resources,里面也包含了Eastio,我们厂运的一些resources, 我们可以从左往右看起来,就是,首先首先就是我们的那个,首先就是一个通网服务,我们可以对于一些基础设施器的,或几个手机端的一些,运用的提供这种resources服务,或者提供一个DRC的服务,这个服务会过RTN浪墙之后呢,会到我们的那个,DNS上,然后DNS会配一个,会对接一个叫DRC-RB的地方, KTX,它是一本炸彩膜的余承 alone,我想有一个Mar этотku gen called Abila,或者是wellBalance,인� ogl,一个非常ульт being,这一款编职Д部分。 它是一个全米性的攝影器。 这是很虽然而是,它特别就是它能夸,跨个跨去述化及其拥ience作为这种的擴敷。 然后,那是配了很多的这样的,有两样的这个,客�ю行的测译。 比如说我们常读的 pakai DIY,我们把我们右,如果 IntoA地形,然后还说我们也用更好皮膜,然后如果Work,如果起法、又或不能 önem,它也用ximately的皮膜. 然后另外它也提供这种基础规短 提供全程的这种设计 比如说我们可以 因为如果有量不大的话 我们把30%切到A 把70%切到B 这些策略都可以在UGSRB 里面做这种通牌的配置 然后UGSRB的下一层就是 我们自己的业务机器 业务机器的力的话 首先就是在这个机器的边缘 把我们放在这个 E-Strode的Gainway做了这种 难道有量的这种打通 然后定义配合这个 Lobankster类型的这个Service 把这个Gainway 包含到基础的Badding 因为配了一个Lobankster类型的Service 这个E-Strode的Code 就有一个SRB 然后这种SRB 就可以在基础Badding的传闻到 往往我们会把这个IP 或者IP对于的这个子余名 配了这个Gainway 这样我们能实现这种 在全体的Lobankster 接触到我们 极其内部的Lobankster 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另外我们在这一层 还做了一些舒适的效能 比如说我们做线流 线流 我们主要是用E-Strode 用E-Strode的Lobankster 来做的 然后另外我们这些 还做了一些 比如像那个 这台单的这种 防控 我们也是基础 E-Strode提供的 这种A-Strode 这个游电网关 下面就是我们的API的网 电网关的话 主要是我们的API网上做了整个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做这种 微服务的物流 因为我们后面的这个 是我们主要的这个 右服务 我们的API 这种主要是根据它 防御规定的比较 然后把它入到后面 各自的微服务里面 然后另外 你API Gateway 还要对接后面的 Trode IM 做这种 其余决策的管理功能 这些就是 微调 功能 都在API Gateway 这种 比如说 这两个招牌 这些都是在API网关里面 然后就是部网上 也有点就是 基于 这种配合的方式来做的不少 然后基于 有DVA 这种配合的 它是那个 怎么说呢 它不是实际性 那么强的 它是在P的进行配送 它不像快三 你点了就配 这个配送它是什么 十段的 是进一段的 它暂流了一匹过 所以它在某些时刻 依然有这种比较好 然后在某些时刻 就比较平静 所以说我们 给PtoA用 这种服务的话 就加了两个立场性 就是DVA 我们目前就是 用它的屁存 和它的 CPU的什么样 能做套路的自动 自动的迅速 然后 再后看的话 就是我们EU服 EU服的话 EU服的话 也是与这种 Service 加了Droping的结构 加了UTA的结构 来进行的部署 每一 多一点的配置就是 我们对支持 这种 Service的多版论 多版论 多版论 的想法 主要就是 我们要做这个规度化布 规度化布 规度化布的话 我们主要是用 Open Service 和Destiny Room 以使用的这两块 配送的作品 来 在这个不同版论 服务之间 做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 APCI 这一类应用的 构合构 然后 除了APCI 这种业务的后面 还会有一种 埃子高 它可以有些量的 接触数据 然后其中有一些 我们的业务 还是需要跟 公司以外的一个 公司的系统 然后 对他们做这种数据 然后 对于这种业务 就有一个 限制 就是 它需要在我们的 一个代理服务器 和他们的服务器 之间建立一个白领档 为了保证 这个AZ亚防控 然后 公司内部的 这个代理服务器 其实它也要跟 我们的这个 集学力的套路 建立一个白领档 因为 它或者 就是随便 去接入他们的 代理服务器 就是基于这种 需求 我们在集学力 实际上 有一个 专属节点 专属节点 它的专属性 是一个提前的 它只有我们这个 裤部的 武器才能调入的这样的 这些 然后呢 这能保证 武器的出口 的IP 是相微微 所以它只是 内容专属性的 磁网 磁网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一个 代理服务器 使用一个 相微微微微的 磁网 但是 我们的实现 其实就是 对于这个 Node的 估点 还有 还有Node 飞行和轻微线 就是这种特别 然后实现这种 开始照顾的 调整的 调整的 我们一起来看 APA 那个 架构 可以做到一个 但是 我们现在照的 这个架构 目前还是 怎么做到代理性的 但是 我们实现 高比用的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申请 多个地方 在这个Node 如果 一部分Node 荡药 属于靠的 就可以 继续 和其他的 其他的节点 用这个方式 实现了一个 业务的高比用 反正 这就是我们 常用的一些 警察 用的还是 社区上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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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行的 相对来说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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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和技术 修改 对 比较 比较 更复ass 另外 对 理解 就是简单的写一些参数购买的 这儿到这个实验呢 你都把它的工程部署到你 就把自己继续里面 然后对于一个武器来说 对于一个号来说 基本就是我们的三远期 然后Inisco做的有个原来的 Inisco的Broshka有个原来节 然后我们的这种武器 然后到Bit做这种芝士收集 然后在这个Image的这个 仓库上有号 然后芝士收集上是LK Matthews在收集上还是 然后在这个Tracentown 还是用这个Inisco提供的 这个Cality的地板 在目前这块我们有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这个机场 然后最后对于这个 报警和复杂上 我们用的是Hazenberg的 结合配丢队 我会把这个复杂的 不同的这种报警规则 配置到配丢队 然后配丢队 配到绿队员员的地方 如果有这个相应要调整别的报警 的话可以通过电话 可以达到这个预运人员的 一个收集 因为在我们上线之前 总会有一定的交材 或者是一个不得不碰的 但是又不想碰的一个复杂 因为在我们上线之前 总会有一定的交材 或者是一个不得不碰的 不得不碰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又不得又不得不碰 因为目标上线 所以Cutely对我们太阳上来说 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要三分最五的问题 就是尽可能的清早的发展 我们的安全问题 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去做妙了 结育我们的时间结育的成本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全是一个 所以说它依然是一个分角色 然后分层次的工作过程 所谓的分角色就是 先说层次吧 层次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说 就是比如说从下网上看 下面可能就是我们的速度机 或者是操作 然后呢上面就是我们的TWAP集权 然后继续里面 我们的技术 最下层的话 比如说它会有个专门的 这个团队来负责 在乐天有一个叫 网络安全防御团队 他们会遵照这个CSI 他们的标准对这个 对这个操作器 或者是对速度机进程 对其他扫描 另外的话 比如说到QS集权那一层 QS集权那一层 对我们这个集权的管理人员 它会根据这个比如说 比如控制 或者是RDC 来做这种资源的设计 另外就是资源的生长 包括POD的生长 这是对APS Server的一个资助 现在我们这个集权链 用的比较多的还是PSP 就是PODC 当然这个做法是 现在来说比较 比较产业的效果 因为现在在121的时候 就这个PSP已经 已经创了不要从那个 一两边删掉 然后在121的时候 它已经删掉了 然后我看到一些 我们机器的名字 现在停在121 所以说PS系统的 运达还是比较多 那现在补流提供呢 比如说大家都创了我们那个 OPA 我看到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 VPA 也有在做一些表演 如何把那个OPA 接种上去 现在这个 然后最上面就是我们 我们开发现最近的 我们的人气 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配文件 然后我们要 用相应的方式 然后做尽早的骚扰 然后尽早会发现问题 然后有了这样的目标 我们要把我们做事下面 首先我们要 规矩就是 合规性 我们要合什么样的规矩 首先就是 我们有氧力 比较大力 第一是我们行业内部的 就是来自VC 会员保安全部系统 这是业内部较整 其实业内部较整 其实业内部较整 已经提供了很多 很多比较 很多比较完美的 一个解决方案 而且他们已经把这种解决方案 另外就是 在乐天的内部 我们也会有 基于以上 SYS的标准 再结合公司内部的一些策略 风光的一些 SYS的标准 然后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 从公司在这里 结出来的一部的代码 比如说 以Lisland结尾的这种 它就是来自于SYS 然后以Rackout结尾的 就是 结合了SYS的标准 又结合自己公司内部 也就是 Function的这种一些代码 和配准件 然后有的配准件 还有代码 和配准件 然后有的配准件 然后去支架 然后公司 也有一项工具 比如说 Metapol 这是我们 比较常用的一个工具 Metapol 它是 把多个开源工具 做了一个整合 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制成 以上这种 Base Cloud 或者Rackout 我们主要就是 用Track 用这种工具 去执行 像 比如说 把上面的一些配准件 发到这个TagIn的速度机 因为TagIn的速度机 贵不可能 它收到这个文件 之后 通过TagIn的速度机 就可以进行搜索 然后另外它还继承了 就是Tribute 这个大名决定的Tribute 就是Tribute Tribute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 它可以 不仅可以做这种Tribute 然后 甚至可以做文件系统 然后可以做仓库 然后可以做仓库 包括戴上R 配备文件 它都可以扫乱 而且 它的那个 洛文库 六小时多进一次 非常还蛮及时的 所以说我们开发 对我们开发人员来说 完全就可以把出去 台上它自己的机器里 然后在开发这段 就可以用一套 还能简单的命远 然后对我们的文件也扫乱 你比如说我们写个Dowrify 然后Dowrify 它就有第一套命远 Skiner Tonfego Dowrify 可以扫乱 然后它就会被供的一个结果 它会发现一个 亥级别的这种漏洞 所以这种漏洞 简单的看来说 在我们运行的 家伙命令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给它这种顾 它认为这是一种 亥级别的漏洞 所以说提示 让我们加一套 Water DWater 这个问题就叫做 Tribute 另外 除了在 Java 阶段 我们还要把它接通到 我们的 支援基金结架 CSD 我们主要是把它 接通到了 这个 Jettings的 pipeline 通过增加 Investation 来做这个 容器级别的扫乱 就是在我们代码 变译 然后通过Dowrify 形成容器之后 在没推广这个 武器仓库之前 对这种武器进行扫乱 然后并结合这个 Jettings提供的 HTML 扫乱形成这么一个 下面这个 HTMLS的报表 它会把所有的 CVD的这种 Vlog 以这个程式 扎添 而且它都分好了 例如说 第一类的是 这种 基础镜像级别的 就是在你的 基础镜像里 你用了哪些 哪些 另外 它还从 你的一共的包里面 这个基础 你的大包里面 你用了哪些 比赛方的招 和男人什么 它很清晰地 把这些 留意了 这样的话 在你推到你的 HTMLS之前 你可以看到你的 路里面 然后 你或者停留你的 台湾 或者你是离去 你这种路由存在 你可以把这个 进化推到你的HTMLS里面 然后另外 我们可以把 TMLS的HTMLS里面 就是 镜像丁到的 藏户里面 然后 我们还 还可以设置 如果 下面一个图 如果 它的 安定级别 存在 这个 级别 以上的 安定路里面 我们是不是去把它 触到 这些 这些规则 都会在 HTMLS里面 在HTMLS里面 这次来的主要就是 你的炮子已经在 HTMLS里面 那么下一个就是 我们要把炮子 不得 我们的TMLS机群里面 在TMLS里面 我们要对炮子 最后的控制 但主要就是 我们通过 这个 Network Policy 还有 Global Network Policy 这是我们的策略 对这个 炮子的一个 产生控制 因为我们是 就是在英雄里 一个不强的机群 就英雄上的机群 就是它我们的 Name Space之间 都是放在 Utiles的机群 默认的情况下就是 Name Space之间的 炮子是可以多炮 对于 别人的利用可能 访问到我们的炮子 我们也可能 访问到我们的炮子 所以这种控制 我们必须就是 做一些隔离 做法就是 能够多炮子 但是就是 你比如说 通过任何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允许 它放DPSO 但是我们可以 通过这种 Cluster这种级别的程序 加一些 就是允许方法 Incan Server 用面的DPSO 访问 然后在Name Space 访问 在我们的Name Space 我们也可以加一些 比如说 我们允许访问 同一个Name Space之间的炮子 然后 并且它可以 被E2C的Name Space 进行访问 另外 可以被CodingS 进行访问 这些都是一些 摩执灵配 能够利用炮子的一个 方向性 然后另外 我们如果想放一些 第三方服务 比如说 我们也可以自建 自己的Name Space 它维许我们的 这个炮子 从我们继续力 通过一些 固定的方式 防得继续力 但是 就如刚才那个 警察大臣说 这个Network policy 是有限制的 就是 不是所有的 互相差点的 恰好 我们的集群 是Colic 所以说 如果你 Flyboard 搭了一个集群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不容忍的 这也是这个 这本策略的一个限制 然后最后做一下主题 就是 通过 以上鸟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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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右人员 开发的人 我们会用这个 QS ROMCUS 或者ERK 或者PALY 这种主流的这些产品 有的是来自于CSI 或者有的 可能就是CSI 来保证我们的右性 高流 弹性 可观的性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 他们提供的特征来 来控制我们耗的这个法断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EASTIE 我们EASTIE 要做这个服务的这个治理 有什么的治理 然后做这个主流的通通 比如说 规律规律规律 规律规律规律 然后我们的错误规律 规律规律规律 这比较是我们的那个开发阶段 可以 让我们一些Service 比如说延迟一些机票网络料 或者是返回一些固定条件 对于店链 人钱的 年潮 或者跟YP 一些店链 用区细节奏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EASTIE 做这种访问级别的 我们泡浮华以后 我们可以用一些怀链 这边的做这个服务级别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 在对于我们开发的时候 我们 常用的就是工具 比如对用 用来扫门我们的热 我们可以在 代表上的这场 发现在这场的级别 地域级别 甚至在容器级别的 一些热 然后尽量去解决这些热 好的 好的 进入QA盘结 谢谢 谢谢 我想问问题就是说 咱们这边用了 deployment 但是有没有弄到 save 因为我们现在的服务 没有在转 就是我们的数据的话 然后有一些 dp 层的 就是我们可以来的 就像刚才所介绍的 我们这个机会环境 它是一个四五元 就是像这种 数据服务 注定店 和安全服务 都是以一个服务的 程式提供给我们 其实都是专业的团队 他们来做这个 这是第二个 所以它会给我们一个 连接 dpi 或者是 或者是一个 然后就会给我们 然后再加到口 然后这儿我们去叫 然后再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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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 就是 你也取得了 secure 安全 我们正常的话 使用 referent 就是 re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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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 咱们有没有 其他人的 就是 出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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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实我们 调研过了 结果 第一 我现在会有一个 看着那个叫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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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 我不知道你 你听不听过 其实他就会把这个 音乐总说 如果你能登录的这个 集权力 然后看看这个 secret力 基本就能通过 bc64解码 的话我会有特别的 但是我们 同时地位的 bc64 我们不许去在 gata 看到 一本 就是你已经 用到集权力了 安静看就看 但是你在gata 也看到我的文件 就是永远放了 甚至于 vc64直接转化 能转 这是不许去的 所以说 用bc 用seal seal seal 可以 在其他 许去的 就是在他的集材里 放了个k k 了之后呢 他把这个 编画之后的 一个内容 形成了一个 轮道 放到gata 但是gata 上 你看到的 就是加乒之后 但是它是一个 CRD 你把这个CRD 不得进行逆处 它就会生存 一个下一个sigrate 但是这个sigrate 就是这个 就是bc64 你依然可以通过 结巴bc64 看到人 所以说 这就是 攻击级别的 一种 限制 好的 谢谢 但是如果 我问一下 咱们就是不熟 师傅 没有 我现在直接 太不大 加上 Department 这种原成本 对 好 谢谢 那个老师我问一下 咱们是在的 开诊 加 Extage 然后 博士 我硬一下 你出一个 你也找到它是要重视化 然后可能会很慢 这两个人是怎么解释 出一个话 当你跑这个派档的时候 他会自动地再往下的 这个洛文库 但是这个洛文库很大 大概30号左右 他没什么小 其实他不是一个洛文库的拳子 他只是一个洛文库的所以 他只是把这个洛文库简单表书 然后后边放个链接 所以说他这个库来说 相对来说又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自己测到大约 二十几秒就能把这个 这个库也从那个外往下来 然后这是第一个洛 第二个洛文库他有参数可以 scape到这个下来的过程 因为他有六小时的因子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有比较有重的平安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下载 游乐部队跳过去 然后呢比如说你过了十二个小时 或者是我们过来一天之后 再把这个参数相当的打下来 让他去把重新再去加点特性的 这也是让你介入十一样的方式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应该得注意 就是这个scape 你可以去把一个scape 然后把这个scape 就是发送到一个scape 去执行 所以说我们还是以这种 本地价配不乱的相合一种 好的 您好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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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哪里 и 你 是 око